哇,你看看,看这个大嘴 这条个都不小啊,感觉得有将近二斤的重量 看,看,这底下有只蚂蚱直接钻进去了 还露着一点点这个脚在外里 是应该大肠腿,肯定错不了 我就看着它往里钻的 来来来来,把它翻出来给它看看 哎呦,嘿,哇,看看看 是一只大肠腿,没错了 哇,太能吸了 吸了这么多的大石块 哎呦,这是一条长腿的不小鱼 看,怎么样,这个个头还不错啊 咱们带走了,是不是 这下面啊,底下这个地方,这里好好看啊 你们发现了没有,这下面是一只海参 嘿,这个海参,受伤了 伤了怎么回事,有点黏了 海参怎么这样了 有点老了似的,苍老的海参 说像那个粘液跟大鼻涕似的 受了饱 这种海参,野生的这种海参 营养价值比较高的 带着吧,带着 我前面还发现一只好漂亮的这个海鲜啊 看,这只海鲜好漂亮,这个五角鲜 好漂亮啊,这只挺大的 感觉要有我的脸盘子那么大的 好饱满啊,这里面的肉应该挺多的 特别带着 稍微打点水给这些小海鲜 养着它们 哎,看,我站起来就发现 哇,这边也是一只海参 看,这只海参长得比较漂亮 上面有这个小刺 哇,这个可以哦,看,硬邦邦的这一只 这小刺长得特别的颜质呢 这只好,比那只漂亮 这只胭脂比较高 长得形状也很好看 收了收了,上货啊 10块下面咱们看看 这边这个潮水都已经推得挺干的了 下面也许会有货哦 哎呦,看上面这些小螺 这些小螺 这些小螺没法吃 没有用的 这个10块想看看 这边还有点水 在这个地方 哎呦,这下面一只鲑爪鱼,看到 哇,这条大长腿啊 这条大,脑袋也大 这是一只大鲑头,看 这只可以啊 上货了,这只好肥啊 带着带着 哎呦,看 这边这个水坑里面好多鲑鱼啊 看到没有 而且是一只叠着一只的 这一下发现三只 哎呦,看 看这个鲑鱼的肉 它在这里动哎 哇,这个 哇 这三只 好漂亮,你看这边多只 这里也有 哎呦,膝盖还挺紧,这边也有 哇塞 看这个肉,嘿嘿,好像 有点怕痒 一弄它,它就有那个缩起来了 哇,这下面又一窝 哇 这是鲑鱼窝吗 看,都吸在这个石块上 哎,这只有点小 这边又 四只,哇 吸的比较紧了 都各的回家吵着吃吗 哼,他们就喜欢吸的石块 嘿,一下子又捂着 给它说了啊 哇,往这看 看,这边又吸了一顿 这不少呀,这一窝鲑鱼 哇,吸的好紧,一大一小贴在上面 跟装饰品似的 哎嘿 看,还有一个 嘿,两只上货 我看那边那个水坑里面一只大龙虾 看我过来它就往后退 它在这里不知所措 一会前进一会后退的 你上哪啊,上哪啊 别走 我,牵住它的靴了 哇,这只鲑鱼还行啊 鲑鱼不小的 哇,看,这只怎么样 这只挺活的啊 看,这两个靴子也特别的完整 好漂亮 哟哟哟哟哟 他比较介意我弄它这个靴子 还想用钳子夹我 就是可以啊,回家做个蒜蓉 粉丝挣了它吃 收了,上货 看前面这里有一条老虎丸 你看 我过来看牛了 这条虎丸是怎么回事 不怎么动 我用那个手下去直接抓它吧 把它的虎丸抓起来 身上有刺 我从它上面抓 嘿嘿 发现了,哎呦,牛走了 这老虎丸感觉就是很舒服的样子 我拿出来了 你看看,看这个大嘴 这条鸡都不小啊 感觉得有将近二斤的重量 轻蒸一盘 我们家可能都没有这么大的盘子 这条是可以啊 可能是有点缺氧在这里 说有点氧气不足了 特别的漂亮啊 这一只花,我看这个纹路 输了输了 打点水 他心里还能再活一会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收货吧 看,石斑鱼 大龙虾 食物很不错啊 这个石斑鱼掉不活了 我得抓紧回去了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咯,拜拜